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务幸福自我养成计划的六周课程 我是这个课程的讲师陈彦行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边能跟同学在一起学习理财规划 也很感谢这个借会津津会能够赞助跟支持这样的课程 我们先来看看说为什么我们要学理财规划 相信大家在人生中或多或少会遇到以下的问题 比如说到底我赚一阵子的钱够不够一辈子花 因为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赚钱 可能就是有个退休的时候 那退休之后到底这个钱还够不够花 或是我一辈子赚的钱够不够支持我人生的各式各样的梦想 可能是买房买车或是说子女教育 透过这样的这次的课程我们可以来 我们会有一些方法让大家来评估说 这个到底一辈子赚的钱够不够一辈子花 那另外一点是说那到底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我理财的这个计划的优先顺序要怎么安排 比如说我又想买车又想买房 但是我到底要先买车还是先买房 或是说到底我要工作到几岁 真的我55岁或60岁就可以退休吗 还是要等到65岁70岁 那关于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也是可以透过这个课程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模拟 然后再搭配上大家自己可以想想自己的偏好 因为我们这个课当然是从财务的状况上来做模拟 那但是买车买房 那它有时候不见得是车子跟房子除了财务上的观点之外 那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说买的房子有安全感 那开自己的车子比较有机动性等等 这些财务以外的因素也是应该加进考量当中 但是我们这个课就是 所以有时候会有个取舍 你有财务上的观点 有不是财务上的观点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了解一下评估一下财务的状况 那大家可以再去安排 当然就是财务够宽裕 两个一起买是最好 那但是财务不够宽裕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有取舍 那取舍的时候 就是要根据大家自己的偏好 那所以可以想一想说 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理财的计划或目标 才是在我们生命中应该摆在比较优先的位置 那几岁可以退休也是一样的状况 当然早退休晚退休 早点退休的话 当然可以早一点来过自己比较希望的 比较自由的生活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相对上收入会比较少 除非说提早准备有蛮多的 这个所谓的被动收入 那要不然的话 早退休的话可能就会面临说 那假如说接下来退休之后还要活很久 那就是会有一个可能钱不够用的问题 那晚退休也一样 所以就是说到底 我的这个各项的财务计划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课程 那自己好好想一想的部分 那再下来是说可能有人觉得说那到底什么样的财务工具适合我 适合自己 比如说类全文保单 我到底是不是适合买这些全文保单 那听外面的 比如说理专都会说 这样的保单有哪些哪些优点 那但是这样的保单是不是也有一些 比较就是比较看不见 可能是不是有风险啊 是不是成本比较高啊等等之类的 那或是说是不是要除了买股票型基金之外 是不是我的投资组合里面还要加入所谓的债券型基金 那外面有一些过去的名字叫做比如说这个高收益的 现在叫做非投资整齐的基金 是不是适合 是不是对我的整个投资组合加进来也会有帮助 那到底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比较适合我 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也会去带大家了解说 了解说一个金融商品 投资产品 或是保险产品的本质 我们就是所谓的本质就是说 每个产品它各有各的特色 那但是应该就不会 但我们大家都会希望说 有没有一个产品能够报酬包风险低又便宜 那但是现实生活中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 一样的样样都好的产品 所以每个产品都有它各自的优点 又有它各自的就是这样 也就可能是不能说是缺点 就是说可能就大家比较不喜欢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一个比较完整的角度 来评估一个产品 从风险从报酬从成本的部分 那再根据自己的理财的目标或是自己的偏好 来选择自己的产品 那这也是这门课会要学习到的一个重点 那第四个就是说那理财社团老师 外面现在有很多的理财社团 那听起来说有些老师很厉害 比如说加入一个斗智社团 那里面老师说可能每个月就可以有5%固定的报酬 或是每个月会有10%固定的报酬 那这样的听起来很厉害的一个这样的社团 我应该要加入吗 那实际上大家假如说真的很深入的去了解 不是不一定要很深入 你大概有对金融市场有一些了解的话 大概会知道说 一个产品比如说以目前的状况 定存利率就不到2%的状况 那我们要去 去找另外一个产品 跟你说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 但是每个月5%18%的报酬 那大概99%的机率可能就是诈骗 那所以这个课程另外一个 就是希望大家达成的目标 就是说那大家可以 比较对于什么是正常的产品 合法的金融工具跟什么东西 比较可能是诈骗 能够有一个感觉 你能培养出一个感觉 那在这个感觉之下 当你当真是遇到有可能 有一个比较不实的宣传或广告 或真的是诈骗的状况的话 比较不会掉入陷阱当中 好那所以大概这门课预期 我们预期课程效率说 第一个是说你不要 透过这门课你可以去认识自己 那客观上你大概知道说 这一辈子赚的钱够不够 这一辈子来花 主观上你知道说 你的理财计划的买车买房 养小孩退休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当客观上没办法满足你所有的规划的时候 那我到底什么东西是优先 什么东西可以放后面 那所以是可以透过这个测程去 更全面的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及自己对于理财计划的优先顺序的偏好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能够更认识金融工具 就跟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了解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 报酬还有它的成本 从而可以挑选到适合自己的工具 那也比较不容易说买到不适合的产品 或是说甚至被诈骗 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 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同学能够一生财务幸福 那这边财务幸福跟我们外面讲的财务自由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财务自由感觉上是说 好像我们就可以不用工作 那有足够的被动收入 所以那个钱怎么花就怎么花 那但是 但能够达成那样我觉得也是不错 那但是假如 退了求其次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资源还是比较有限制的话 可能我的工作类型所得就不是那么多 那所以我还是要一点取舍 那这至少是你能知道说 我怎么来做这个取舍 怎么来做这个取舍 那大概可以知道说自己一辈子哪些 至少说我们可以把优先去达成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的优先顺序最高的计划 然后这个你有 你买到适合你的产品 所以说就算 虽然自由很有限 虽然大环境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在面对各种风险之下呢 那你还是都能够一一的去度过这个难关 各种生老病死的状况都能有所准备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说是说你以前有个蓝图 你有个方向 就像你在海上航行的船子 你有个灯塔 那有个灯塔在那边指引你 那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训练他自己当大家自己当自己的灯塔 那这样人生会比较有目标 你的心中就会有个幸福感 不是因为真的你做到了说 你就躺着什么都不用做 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而是说你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努力 你有个计划 那你不怕在大海当中迷航 那退一万步来说 至少希望就算是没有办法说真的 时时刻刻都很顺利都很幸福 那至少我们可以尽量去避免财务不幸 那什么是财务不幸呢 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人还健康的活着 但是钱已经花完了 或者说这个钱可能都就是被亲朋好友帮你花完了 那你想用的时候就没有了 那这也是一种不幸 或是说我刚才讲的被诈骗买到不适合的产品 那所以当然就积极上面来讲 我们希望追求财务幸福 那比较消极一点我们就避免财务不幸 那希望说大家从这个课程中能够 能够能够这个课程学习完 大家都能够都能够拥抱财务幸福 避免财务不幸 好那我们的课程进度有下 这个课有六堂课 那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财规划的流程的包含金融商品的介绍 好那最后有一个这个包含投资型的产品 保险型的产品 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回顾跟展望 那今天是 目前这个是第一次第一堂课程 我们要讲的是理财规划的流程 还有家庭财务报表 所以这个部分是理财规划的核心 那把这个核心的方法学会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比较 第二堂课我们会讲退休金的制度 那这个大部分人假如是劳保的话 大部分是劳保跟劳退 那所以我们主要介绍这两种制度 那后面还有金钱诈骗跟剥削的预防 教大家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财产 那第三堂呢 我们会讲这个资亚规划 还有借贷评估 那第四堂讲投资 第五堂讲保险 那最后一堂是回顾与展望 那这就是我们课程的规划以及安排 那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来开始进行 这个第一堂课程的内容 好我们先讲一下 整个理财规划的这个标准作业流程 就是所谓的SOP 那从理财规划的角度来讲 我之前看一个网友 网友在一个讨论区上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他说那好像忙了一阵子 可能30多岁的网友 说他跟他太太两个人 我们也很辛苦工作 但是都存不到钱 所以说那他就问其他网友说 那是不是应该我们来买个房子 那是不是买房子 然后才能 就是因为可能平常租房子 要花很多租金 那是不是买房子就能够帮我存到钱 那但是我们 所以他是为了存钱而买房 那但是我们比较建议的理财规划的步骤 是说我们先设定好理财目标 然后再来存钱 所以导过来是我先决定说我要买房 那我再考虑说那我到底怎么样 怎么样把这个投机款给存出来 或伸出来 那大概这样 那其实外面很多房间 比如说比较偏是投资理财的课程 那就是教大家怎么投资的 那可能这样的课程跟我们的课程的差异也差在说 比如说老师教你投资 比如说买个股 或买选择权 期货选择权 那大概就是投资的过程中 这些就是外面的 就比较偏投资的课程 它是介绍金融工具的话 大概也比较不会去问说 那这个学习的人他的理财目标是什么 那所以但是这个 这个就比较像是投资理财 那理财规划比较强调的是说 我们要先设定理财目标 那我们再决定说用什么样适合的工具 包含保险啊 借贷啊 投资啊 储蓄啊 去帮我们达成这样的理财目标 所以先有理财目标 然后我们再去决定怎么样达到目标 所以理财目标的设定是很重要的 好呢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大目标 那下面有一些子目标 那我们会为了这些目标呢 去建立行动方案 那我刚才讲的 所谓的行动方案就是所谓的 可以说是我们去挑选适合的金融工具 来协助我们达成目标 比如说储蓄啊 那你是要存定存 还是存这个外币存款 最近外币存款啊 在入这个影的时候 外币存款的利率 美元存款的利率是蛮高的 那或是说我应该不要借贷 或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投资 那我们要买基金吗 还是买个股呢 还是买台积电 之类的 那所以说呢 就是有个行动方案 那行动方案 那当我们把行动方案设立好 比如说为了 为了要买房 我现在开始每个月要存2万 那这个目标定好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行动方案 那我们就开始执行 看想办法每个月存下2万 拿去比如说买台积电好了 定期订额买 那 接下来就是 第三步骤就是说 那可能说你这样执行的 比如说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我就要开始评估 那我这样执行的绩效 是不是OK 我没有照着我的计划在走 比如说 我一年一个月要花2万 存股台积电 那一年下来应该要存24万咯 定期下来存24万 那但是台积电的股价会变化啊 对不对 那所以你每个月花2万买台积电 那年底的时候 你手上持有的台积电的价值 通常也不是24万 当然因为随着它的股价走势 可能更高可能更低 那所以年底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检讨说 那假如说 那第一个就是说 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每个月 省时减用花2万 买进台积电 那假如说这个做到的话 再来就是看说 那台积电的这个股价 是上涨还是下跌 那比如说台积电上涨的话 那可能未来涨很多 那可能下个明年开始 我可能每个月就不用再存到2万 可能存1万8就可以了 那但是万一不幸 买完台积电股价下跌 那为了达到我这个 存台积电 那买房地买房子的目标 那我可能就要 就要这个 就不只是要2万 可能要提高到2万1 2万2等等 不等 那当然台积电只是一个例子 那因为台积电毕竟是 电子股风险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实际上的话 你可能会存比较安全的 比如说某家 银行股 银行股比较安全 那股价波动比较不会那么大 或是说你去买一篮子的基金 那可能风险更小 等等之类 所以我们就要定期去做评估 评估我们执行的状况 评估我们目前 这个资产累积的这个价值 是不是能够 依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去达成目标 那最后就是修正方案就跟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说假如说这个股价 资产变后 价格有波动 那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计划 2万可能变成1万8 也可能变成2万2 那或是说这个 真的发现说 那万一刚好遇到金融海啸 那这个 这个所有的这个股票价值都腰斩 那可能就要开始 想想说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要修正我们的目标 修正我们的目标 可能我们就只能买到 比较小的房子 或是买在比较郊区的地方 比较便宜的房子 或是我们要去延后我们的计划 好那 所以大概就是 它就是有一个SOP 就是评估 评估完以后你去修正 你的方案 或是修正你的目标 然后再从头来 所以就是每年 所以理财规划 不是说日料堂课学完做完一次就没事了 不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 一辈子都要持续去追踪 调整修正的一个过程 但我们躺进棺材的前一刻 都还在持续做这样的计划 好 那 再来 我们这一堂课呢 就会介绍有一个 透过一个虚拟的案例 来跟大家说明说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 理财 怎么样来跑完 就跟大家演示一次 我们怎么样来跑完这个理财规划 所有的流程 那所以我们这个虚拟的家庭的主角叫金凤 所以是叫金凤一家 那这一家有四个成员包含金凤 那金凤是 这边有一些他的这个 这些一些 个性的这个跟基本资料的设定 所以金凤大概是40岁 那他的工作是在社福机构的造福员 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 他收入蛮高的 但是 公司大概 过去三年的平均月薪大概可以到7万 那劳保年资也是16年 那他们有两个小孩 一个国医 叫少恩 那个是韩寒才小六 好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 那我们又来 帮这个家庭呢 做一个理财规划 好那 那我们刚才讲过理财规划的 SOP的第一步就是说你要先了解 这一家的理财目标为何 那我们这边看到说这个金凤一家他们总共有 有几个 有五个理财目标 有五个理财目标 第一个是说全家希望全家到海外去旅游 那四年跟八年之后各一次每次花费是20万元 那接下来要筹备子女的大学教育的经费 因为保守起见 因为台湾公立私立大概价格差一倍 所以保守起见是预估这个私立的大学费用 那包含这个学会生活费 还有住宿的费用 每人每年是限值25万 目前看起来25万 但等小孩长到念大学的年纪大概还要五六年 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根据 所有的金额都需要根据物价再来调整 那等等会教大家怎么样来调整的一个方法 那第三个是说希望换车 那因为他刚买新车 那所以预计是说10年跟20年之后 要各换一部新车 限值大概是70万 就是蛮基本的车款跟车型 那第四个是这个校养的费用 所以目前是给双方父母每个月1万块的校养金 那当父母慢慢的健康状况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那所以希望说10年之后呢 能够再提高到2万块 然后我们在这边同影片没有写 希望说再持续10年 那最后一个是所谓的这个退休的费用 两个人希望65岁之后能够就完全退休 那我们接下来课程会讲到说 退休不一定要马上完全退休 你可以中间半退休再全退休 半退休就是说可能用1分的时间来工作 然后赚取原来1分的收入 那就会有缓冲期 那其实有些人不是每个人 但是有些人觉得不工作很好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工作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成就感 那跟同事互动相处 可以让自己延缓自己的老化 所以每个人就用自己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说 很快就退休不工作 那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和个性的安排 好那所以他们希望说每个月的生活水准 合计两个人是限值是6万元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同学思考的地方 到底退休之后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那假如说比如说身体很健康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物质需求的话 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月 一个人一个月3万 可能就有一些基本 就蛮基本的 可以过基本的生活 那但是假如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然后又特别喜欢散散下海 全世界到处旅游 或者吃香喝辣的话 那可能就要准备比较多 所以退休之后每个月 到底同学们要花多少钱 那我觉得是很值得先去有一个规划 然后盘算 这样你才知道说 你要准备多少的退休金 那金梦他们家就是每个月 两个人就是深深的过 一个人3万两个人6万就OK 限制现在讲的都是目前在规划 这个规划的时点是2023年的年初 就是2023年初的限制 但是各项的开销都会随着物价的膨胀而在调整 好那我们来看 这个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家庭财务报表 那要 这个报表的作用是说 来协助我们去建立评估跟修改 我们的行动方案 比如说我们的行动方案 必须要靠 行动方案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过可能每个月要存2万 那这个2万怎么跑出来的 我们需要透过这三张报表来帮我们去 去 规划出确切的金额 还有未来我们要调整执行要来管控的时候 就需要这三张表 那三张表包含资产负债表 就是显示某一个特定时点 比如说2022年年底 那这个金凤这家的这个资产负债 还有禁止 所以资产负债表是一个 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瞬间之下 某一个时点 家庭的资产负债跟禁止 禁止就是资产减负债 显示说这个家庭 是不是多么富有 那再来第二个是损益表 损益表是显示一段时间 比如说年初 2022年年初到年底 这365天当中 这个家庭的收入支出与储蓄 储蓄就是收入减掉支出 所以它是一个 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最后是现金预算表 那它就是一个预估的 一个计划的未来的 这个一段时间的 收入支出跟储蓄 所以它是 所以它是损益表的未来版 损益表是已经发生的 过去一段时间 这家庭 比如说年收100万 那这个花掉了80万 剩下储蓄20万 这个是这个损益表 那现金预算表就是做预算 所以是未来版本的嫌疑表 我预期明年 家庭收入可能变110万 那花费可能是90万 所以我可以存 还是存20万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这个静凤他们家的状况之前 我们先来看说 这个资产负债表 再更详细讲一点 所以它是一个特定时点家里的 一个家庭的资产负债跟 净值 那资产就包含家庭所拥有的财务 包含这个现金啊股票啊存款啊 这个是动产的部分 那还有不动产啊土地啊房屋啊 那珠宝首饰 那你这个生活用的 讨饭吃的工具啊 比如说你是音乐家 那你就有一个 比如说有个 100万的小提琴 那那个都算 那其中可以产生收益的 叫做升息资产 那就是说一般外面 房间比较常提到 就是所谓产生被动收入的 比如说你股票会生出股利 那银行的存款会生出利息 那你把房子租出去会有房租 那所以出租的房子也是升息资产 股票啊或者说会有 会配股利的基金 还有会分红利的保单 那都算是升息资产 那负债的部分就是 未来必须支付的账单 就是已经消费 已经消费的部分 还有已经要偿还的债务 就是你已经使用过 欠别人的钱 那比如说水电费 这种就是用完账单就来了 就是用过了 所以就要还钱 信用卡账单 或是说 这一类的 那都叫做 都叫做负债 那资产减负债就是净值 所以净值越高就代表说 家庭越富有 财务越成功 好那我们来看金凤一家的资产负债表 好那所以左边的部分呢 就是资产的部分 就我们刚才讲的 它有现金、活存、定存 还有土地、自用住宅 各式各样的 珠宝、股票、基金 那一个保单的现金价值 这个是最后两项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 保单现金价值就是说 比如说你有中生型的受险 或是说这种会还本的保单 那它都有一个现金价值 相当于说你好像每个月缴保费 或是每季缴保费 那这个保费除了保险成本之外 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好像 在保险公司有一个储蓄账户 那所以你是一般的投资型保单 一般的受险 那它就是有一部分的钱 会放在这个储蓄账户里面 那依照保单里面条约满足之后 这个钱是可以拿回来的 比如说受险 那拿回来条约就是说人走了 保险公司就会把钱还给你 那所以这个钱保险公司返还你的钱当中 就是出险的理赔当中 有一部分就是自己过去 假如你是中生型的受险的话 就是过去保护自己 投保人自己去 缴的保费中 有一部分就被累积在那个账户里面 好 那投资型保单也是一样 每一期缴保费 那有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就被拿去投资 那这部分的价值 就是所谓的保单的现金价值 那都是家庭资产的一个部分 假如你不清楚你的保单 你只知道可能大部分都只知道说 每一定期间要缴多少保费 那是比较不清楚说 那这个保单累积了多少现金价值 所以可以请教你的保险业务员 那他会 就是保险业务员会提供你这样的资讯 那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 是这个劳工 劳退 劳工退休金账户的价值 那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那每个月工作的 假如是受薪阶级的话 那雇主每个月依法会提拨6%的薪资 你薪资了6% 那到这个劳工退休金的账户里面 那这笔账户的钱就是 这个国家政府会帮你来去投资 那等你退休的时候 60岁之后 退休的时候 这个钱会就拿来做你的退休金 那所以在退休前不能动用 那但是这笔钱呢 是家庭的资产之一 好那 所以这样子通通加在一起的话 金凤他们家大概整个资产的总额 就是全家资产总额大概有 一千里百六十万左右 那我们这个右手边的部分 就是负债的部分 那包含这个未支付的账单啊 预估银角的税金啊 那购物贷款 购车贷款的余额 余额就是说 还钱可能还一阵子 但是目前还欠的部分 还欠的部分 那另外包含这个 假如说有信贷的话 信贷未还清的余额 有保单有股票 只要借款的话就是一样 都是未还性的余额 那加在一起的话 金凤他们家的这个 负债总额大概有五百六十八万 所以你资产扣掉负债的话 这个家的净值大概有 一千万出头 好那所以这个是 他们家的资产负债表 接下来我们看损益表 我们刚才讲过损益表就是显示 过去一段时间的家庭收入支出 还有储蓄 那收入的部分包含这个 这个薪资收入 薪资所得 利息 股利 租金等等 还有以实现的资本利得 就比如说台积电股票 400块买 500块卖掉 那一张的话就赚了10万 那个部分也算是 收入 那都是用税前的金额来表示 支出的部分 大概有分下面这几类包含 第1个就是11住行娱乐生活的 基本的开销 然后你缴的税 你需要缴的保费 还有你要还的债 还 比如说房贷那就是房贷 的 每一期 还款的金额 还有说你已经跟银行或是这个 约定好要做的定期定额的储蓄 或定期定额的投资 那这些都是 已经规划好的 算是支出 好那 那最后 收入呢扣掉支出呢 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自由储蓄 那其实刚才讲的这些 定期定额的投资 跟 这个 定期定额的存款 也其实 它也是广义的储蓄的 一类 那但是 我们这边就 因为它还是 就是说它是已经规划好 计划好的储蓄 所以通常那个部分我们当成计划储蓄 那另外 假如说收入减掉 支出 包含计划储蓄之后 那还有剩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是 我这边定义的自由储蓄 那越高的话代表说这个家庭还能够 有弹性来做运用的部分就越大 好 那接下来这张很小很小的表就是 因为西向很多 那就是金凤他们家 在2022年 从 1月 第一天 2020年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整个家庭的这个 这个收入跟支出 所以我发现说他们整个家包含这个 金凤跟阿靖的薪资所得 是主要 占收入的绝大部分 剩下还有一些其他 比较算说被动 所谓的被动收入 所以整个家庭 大概一年的收入有140多万 那但是他们的支出呢 大概也有140多万 那细项我就不一项这样念 就是 就是这个 十一住宪娱乐 缴税 保费 还有 还有这个还债的 这个所有的支出 加在一起 所以 这个家而且他们这个 没有任何的 其实没有计划储蓄的部分 除了有一张 这个投资型的保单 其他的部分 就大部分就 没有特别去做定期定额的 存款 或是定期定额的 投资 那所以这个家的自由储蓄呢 就是 总 收入扣掉总支出 一年 虽然看起来赚得不少 一年收入有140几万 但是开销也很大 所以一年下来 他还 还可以弹性之用 就是这个能够为未来的 目标能够做准备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 自由储蓄 只有大概1万多块而已 好 那 这个就是 损益表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 就有了这两张表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初步的 设定一些这个 理财的计划 来 来看看说是不是 能够 达到我们未来理财目标 所需的支出 那我们这边的支出我们刚才讲过都需要考虑 物价膨胀 那所以我们这边先示范一下 所以我们这边是说 我们先考虑物价膨胀 那我们知道说未来实际发生的支出可能是多少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生涯模拟 然后来看看说那他这样子一辈子赚的钱 够不够呢 这两个这个家庭 这个完成 所有的理财目标 假如不够的话呢 那我们再来 设定一个 储蓄计划 来调整 这个家庭的收支结构 那是他们能够 顺利的完成 他们的理财目标 所以整个顺序 是这样子进行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考虑物价膨胀 考虑物价膨胀后的理财目标支出 到底要 花 多少钱 那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目标是 韶恩他 五年 五个整年之后 第五年年底或第六年年初 他要去上大学 那我们目前 上大学一年 私立大学的话要花25万 但是 少要上大学 大一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所以这个25万 假如在 这个 物价膨胀率是 2%的情况下 25万会变成28万 那这要怎么算呢 那我们可以用 这个数学公司是这样 就是说目前 目前的支出是25万 那每年物价膨胀率是2万 所以五年后的支出呢就是25乘上 1加 2的5次方 那假如说大家 懒得用计算机慢慢打的话 那你可以用下面这个Excel公式 在Excel的储存根里面填入这样的公式 那就是25乘上1加2 破弧 然后 开5次方的话 Excel用的是这样一个符号 用一个这样的符号 Excel就可以帮你把答案算出来 所以实际上 那大家回去看这张试算表的话 那 那这28万 是透过Excel的这样的公式算出来的 那所以针对每一个个别的 理财的开销呢 我们都可以去 算出来说 那 他在 理财 这个 实际上要支出的年度 考虑物价膨胀之后 那这个 他的 这个支出的未来值 会变多少钱 那所以譬如说换车啦 那10年之后本来这个 70万的车 以2%的速度成长的话 就会变85万 那第2次换车20年之后呢 他就会变成104万 所以你把时间拉长的话 虽然说感觉上 2%的物价膨胀率 不是 听起来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 把时间拉长 那这样的这个开销增加的幅度其实是蛮有感的 那 退休生活费更是如此 假如说同学你现在年纪还轻的话 比如说你30年之后 40年之后要退休 那 目前看起来比如说金崩他们家25年之后退休 那6万的开销就会变10万 所以假如是年轻人在做规划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到物价膨胀的效果 好 那我们会 先来进行一个这个 根据我们刚才这个资产负债表 跟损益表的资讯 那我们会来先来做一个终身收支模拟 去评估说 这个家庭呢 他的 一辈子赚的钱够不够 支援他 依照他们目前的 收入跟支出 还有资产的状况 那够不够他们来 满足未来这些调整过 户价膨胀之后的开销的支出 好 那 那我们这边 就是这边会有一张很大的Excel表 那我们等等再来看 那这边我们先讲一下 方法 所以那些细节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把 理财规划的方法讲完 那 细节的部分呢有一些很细的细节 我们会留到 第六堂课的时候再把它补充完 所以我们先把方法学起来 那大家手上有这张Excel表 那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状况 来改编这个表 里面很多公式都写好 所以有些部分可以直接套用 那但大家还是想要更 调整更多的地方的话 那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 所以第六堂课回顾与展望的时候 会再补充一些 从Excel中制作这些表格的细节 那所以我们这边先讲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我们先用一个 我们先因为金峰的例子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先用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例子 那 假设呢 假设这个是 目前是规划的当下 就第0年 第0年就是过去 已经发生了 第1年就是接下来要 进行规划的第1年 第1年的意思就是规划的第1年 第1年是现况 那我们先看说假设有个家庭 一个虚拟的家庭 比金峰他们家还要 简单的家庭 好那 他的薪资收入是 过去一年的损益表显示说 他的薪资收入是100万 那投资收入是5万 这收入就是 所以总收入是 105万 那这个家里的经常支出就是100万 所以他们这个整个家 的自由储蓄就是 总收入扣掉总支出 那这边只有经常性支出 所以能够 去年1年 存了5万 那这些是损益表演员的资讯 那另外透过资产负债表 我们知道说 他的这个升息资产 就是能产生 被动收入的资产 总共有200万 好那有了这些资讯 我们就可以开始 做一个简单的模拟 好那我们这边就 先假设说 就是要知道说那未来 每一年就是我们要来模拟 每一年他的 资产 升息资产 的变化 还有他收支跟储蓄 的变化 比如说 那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些 简单的 假设 比如说 好我们要看第1年 第1年 那我希望知道说 接下来 他 陆陆续续 每一年 他会有新的收入 有新的支出 那他的 他的储蓄可能不一样 那他的 升息资产的价值也会改变 所以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简单的模拟 比如说第1年 我们这边一个一个看 第1年他的 起初升息资产 其实就是第0年的 期末升息资产 我们就把这个200的数字 带过来 好 那我们会有个投资报酬率的假设 所以 这边是设5% 就是 你就是一般 假如说 长期投资 那 投资你有一个大概是60 60股票 40债券的投资组合的话 那 大概你可以预期 有5%的报酬率 比如说2、30年的投资的话 5%报酬率应该是做得到 所以我们这边就 把投资报酬率 设成5% 好那 设成5% 是说方便我们去计算接下来的 投资收入的部分 好那 薪资收入呢 就是我们假设说 底下就简单假设说 薪资收入每年 老板每年加薪1% 所以 去年100万 的薪资收入今年会变101万 那明年会变102点多 就是这样简单的推估一下 那 接下来投资收入就是 它就是 其初升息资产 乘上 投资报酬率 所以它就是200 乘上5% 那就是 10万 那接下来 经常支出 我们假设说 经常支出因为物价膨胀的关系 每年固定成长2% 所以去年是100万 今年变102万 明年会变104万 以此类推 好 那第1年没有任何理财目标需要达成 所以第1年的自由储蓄就可以推过出来大概就是 薪资收入加投资收入扣掉经常支出 那就是 111万 扣102万有9万 那这9万就会滚到我们的 我们脚 因为 9万块 你的储蓄有9万你要么就是 做 拿去存定存嘛 要么就是拿去投资股票 要么就是去 你就有蛮多 有蛮多 就是 弹性的用途 那不管你怎么用 放银行 放存款 买股票 或是买债券 买基金 或是投资房地产 那反正 就是他你的 他就会滚到你的期末升息资产当中 所以你的期末升息资产会等于其初升息资产 加上你自由储蓄的部分 所以这第1年结束的时候你的资产 升息资产就从200万提高到209万 那 接下来第2年 所以第2年年初就从209万开始 那一样 假设投资报酬率还是5% 那薪资收入增加一点 那投资收入就是 升息资产 成像投资报酬率 这可以由公司算出来 也多了一点点 经常支出调整物价膨胀 变成104万 那第2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有一个理财目标支出发生了 可能这一年 全家要出国玩 或是去度假 所以有个15万的理财目标 那这个目标就会 这个理财目标支出就会使得说我们的总支出 就会增加到 119万 所以这一年的总收入就会比总支出来的小 我们就会有付6.5万的自由储蓄 那储蓄是付的代表说 钱不够用 那就是要去银行 把钱领出来 或是把股票卖掉 把基金 卖掉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会导致我们的升息资产减少了 它就会从去年的200 因为今年 今年入不敷出 所以你的总升息资产 就会从209 209万 减少到202万 所以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依照这个方法一直 一直推估下去 直到 比如说直到你设定 90岁 或是100岁 好 那 所以等等我们要观察 到底 那 这个是现况 那需不需要调整 不知道我们就要看我们 等等要观察重点就是这个 期末升息资产的变化 那万一说 比如说这个这样子一直模拟一直跑下去 发现说 比如说到了某个年纪 升息资产 比如说 你预计要活到90岁 但是到了70岁的时候 升息资产就归零了 那这时候就有状况了 那代表说 这个计划可能就不是很好 那理由是说 升息资产归零的话 接下来 就其他的 这个可能就是要去做借贷 你要做借贷来 致印 因为入不服出嘛 然后你的存款也用完了 股票也卖完了 那 可能就要去处分 就是你就要用一些比较特殊 比较我们比较不是那么喜欢的方法 对可能就要拿房子去抵押贷款 但是等到你老年 你可能也没有收入去 支印这个贷款的还款 那银行不见得会愿意借你 那 所以说有不动产还好啦 有不动产 但是就可能 比如说你要用乙房养老 做一个反向房贷 是可以的 我们接下来会介绍 但是 那边这个反向房贷做完之后 可能这个 人走的时候 就是留下一屁股债 那可能银行就会把你的房子卖掉 你就不能把房子当作遗产留给小孩 所以有一些缺点跟限制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 比较 比较稳健的理财规划是说 我们希望期末升旗资产 永远不要归零 我们刚才讲过归零你就要处分 其他不是升旗资产的部分 可能 就要变卖一些 就是 就是 怎么讲 就是 你喜欢的 字画 珠宝 首饰 那就是我们比较不愿意发生 见到的状况 那有可能说 你要再去做借贷 那反正就是会有些麻烦 所以就希望说我们的理财计划 能够稳稳的 升旗资产不要归零 而且最好能够保留一些紧急预备金 手头上总是有一些存款应急 所以就是控制资产 升旗资产的水位 是我们在设计这个 评估说 理财计划是否成功的指标 最重要的指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金凤他们家的模拟 细节我们就全部跳过 细节我们等等再看 那但是这个生涯模拟 我们就是这边就是会画出三条线 有三条线 那包含这个 三条线 那一条是红色线 红色线代表说 横轴是金凤的年龄 所以我们一路从41岁 模拟到他90岁 那纵轴就是新台币的金额 那你会发现说 红色的线是他的 这个收入的部分 那下面黑色的线是 每一个模拟年度的支出 那 这个虚线 红色的虚线就是 期末升起资产的额度 好那 大概就像是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红色线就收入嘛 就是今年这个总共下了多少雨 那 这个黑色线就是说 那我这个水库的水 应该是说 用了多少的水 那假如说 雨量进入流入的量比流出的量 水库流入的量 比流出的量来得高的话 那水库的水位就会上升嘛 所以当你收入大于支出的时候 你就想象这个 生意资产额度 期末生意资产的额度就是水库的水位 水库水位就增加了 收入大于支出你就有自由储蓄 生意资产就会增加 那反过来某个年度 收入比支出少 入不付出 那你就要去提款 去解约 把股票卖掉 水库的水就会减少 好 那所以我们看 大家看一下 那这样依照我们刚刚 假如说我们都 不调整金凤他们家的 收支状况 不特别调整的话 那这样子他们能够 完成 所有的理财 很顺利的完成所有的理财目标吗 给大家10秒钟 想一下 根据这样的模拟 好答案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 你会发现说 他们家的水库的水 在 50 在金凤50岁的时候 水库就干了 一滴水都没有 而且会变富的 好 那是因为50岁这一年呢 他们家要第一次换车 而且把消氧金提高到2万 好 那因为这两项 就是支出大幅的增加 所以你看到这边支出会凸起来 但是收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 那所以就有入不敷出的状况 那所以就导致说 这一年瞬间 水库的水就统统蒸发完了 就银行的 过去的 累积的生理资产就一次被烧光光 那生理资产变成负数 那这边可能就要靠借贷 去支援 但我们觉得 这边假如说你家庭 一毛钱存款都没有 还要去借钱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理想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要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进行调整 我们去调整这个家的收支结构 让这个家每个月 自由储蓄能够提高一些 那所以你可以度过50岁的这个 比较像是比较拮据的状况 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说 原来这个金凤家依照现况的话那不太OK 50岁所有的生理资产会被烧光 那接下来就会有问题 那所以我们要来进行调整 那我们想到的调整方法是 第一个我们先考虑说未来10年 因为现在40 那50岁的时候会卡关 那所以这10年我们就想办法 每年 多省5万元 就我们每年让自由储蓄呢 从 第一年度的 规划的自由储蓄 假如说没有特别调整的话 只有2.59万 那我们刻意再让这个 再调整一下 让它能够变成至少 提高到7.59万 每年增加 5万元的自由储蓄 那我们来看看说 状况会不会好一点 好那 你可以看到说 大概在 调整以后每年多省5万元以后 状况有一些改善 就是在 50岁的时候 生理资产不会变成负的 那但是 还是会 很接近零 接近零代表就是说 这个家庭的紧急预备金 存款就是几乎快要见底 只是还没有变成负数 所以我们觉得 光是每年 接下来10年 每年多存5万 还是不太够 就不太保险了 那可以再 更进一步再调整一下 我看看能不能让 因为 你会发现说 大概50岁之后 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50岁之后大概 开销随着 子女的 长大 或是离家 那离开家里自己独立生活 那其实 开销是减 减少的 那收入是稳定的增加 那所以说只要撑过50岁 后来 申习资产都是一路往上冲 那50岁的 砍过了以后到80岁 升级资产 都还有将近1000多万的水准 所以是 算是还不错的一个状况 但是就是要撑过50岁的这个 这个关卡 那所以除了每个月 每年多省 5万以外 我们还会希望再做另外一个调整 就是 晚一年再换车 我们刚才知道说 那50岁他的支出 大幅增加 除了消养金增加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 换车 就10年之后换一辆车 那假如我们这个车 不要10年之后换 我们改成第11年再换的话 那等于说把这个 支出的时间跟原来消养金增加的部分 错开来 那看起来 这个升级资产就大概还有几十万 这边就不会说快要见底 所以这个状况比之前要再更好一些 那而且 车子开10年换跟才11年再换 其实 差异也不是那么大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调整范围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整个升级资产支撑到金凤90岁 就 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那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是一个平均的状况 就是我们假设说 你的升级资产报酬率 每年都有 金凤的例子的话 大概是每年4到5% 之间 那所以实际上 这只是 一个平均的状况 就是说假设 每年升级资产 都是稳稳的5%的话 那但是实际上的话 这个 除非是你多放银行定存 要不然资产报酬率会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所以 这边我们只能说大概平均来说金凤可以 他人生走了90年钱还够用 但是 不保证 一定够用 所以还是会有一个很小的几率 比如说刚好运气很不好 连续好几年 比如说他的钱都放在股票市场 连续好几年股票都大跌 早期的时候 那就会蛮伤的 所以 这个生涯模拟 大家 就有一个特色 因为我们是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们假设每年的资产报酬率 都是固定的 就是如我们设定一般 但是我们没有把风险考虑进去 那你考虑到风险以后 其实是会有 就算你这边这个图看起来稳稳的 但是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几率 做不到 特别是 假如说很运气不好 早期的资产报酬率都偏低的话 好 这个部分是要提醒大家 所以不是说 假如说理财目标做不到 我就是把资产报酬率提高 千万不能这样 因为 有风险要考虑 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学到说 资产报酬率越高的话 预期报酬率越高 那他的风险就会越大 那所以说不是调高报酬率就可以解决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说 刚刚我们在投影片上看到的 终身的金凤个案的终身收支模拟 那在Excel上 实际上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的工作底稿长什么样 那首先看我们在左边会有一些基本假设 比如说物价年增率 薪金年增率 那我们把这边设定设进去以后 等等 Excel里面有很多数字就会跟着这个设定来跑 我们就不用再辛辛苦苦的一年一年个别去填写数字 好那 接下来我们有规划年度 那目前我们是 第0就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1就是接下来 第1个规划年度 那我们会一直规划到金凤 90岁 就是我们规划未来的50年 那同时会有他家人的年龄 那还有每一个规划年度的理财目标 比如说第4个规划年度 那他们要出国旅游 那接下来跟我们之前那个简单的例子一样 我们会列出 这个家庭的起初升级资产 还有投资报酬率 接下来我们还有 这个家庭的 收入的部分 收入包含 金凤跟阿静的薪资收入 直到退休前都有薪资收入 那投资收入跟租金收入是会一直持续下去 退休之后都还会有 那劳保跟劳退的退休金 那我们会从退休时候开始领取 劳保是领到终身 那劳退的话领到 退休时的平均余命为止 那另外还一笔保单 一笔除去前的保单 那也是退休的时候会领取一笔金额 那关于劳保劳退实际上这些数字 能够领取的金额 那我们在 第二次 就第二次的课程 会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好那所以我们会有个收入合计 把所有的收入来源的加在一起 就会有个收入合计 那接下来呢是支出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有 房贷支出 房屋修缮的支出 车贷支出 那这不见得 就是因为房贷跟车贷会缓完 所以他不是每年都发生 缓完就结束了 那 这个其他的生活支出 包含交通 那 有一些支出 比如说 这个 住宅 修缮的部分 或交通的部分 那还有食物的部分 这个部分都是会随着物价 我们刚才设定的物价膨胀率而提高 比如说 这个 居住的部分 那 呃 第一个规划年度就是 我们的现况 就过去一个年度 乘上一加上 我们的这个 B3的格子是物价年增率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设定 那 这里是有函数的细节 我们会在 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再补充给大家 大家就知道说 我们这边都有 考虑到物价 膨胀的因素 那其他的交通 食物也一样 那但是 这个食物的部分 还会随着家庭 人口 在家里吃饭的人口的 数字而增减 比如说 小孩去念大学了 那不在家吃饭了 那这个 家里面 这个伙食费就会减少 那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是 水电税付 税付也会随着所的状况 调整 这边大概估算一下 那 保险 就根据保单要缴的 目前保的保单 所需要缴费的年限 来调整 娱乐跟衣物大概也是根据 这个物价来调整 这边的教育指的主要是 高中以下的教育 高中以上的话 我们把它列在理财目标里面 大学的教育费用 放在理财目标里面 然后 然后我们有校养的金额 那我们有其他的 杂志 然后我们还有 退休的开支 放在这边 那 剩下的理财目标就是 扣除 校养 或是退休开支 以外的目标 那包含 包含这个 出国玩啊 包含换车啊 等等之类的 好 还有大学教育 所以我们有个总支出 那总收入 扣掉总支出 那就是我们的 自由储蓄的部分 那 自由储蓄假如是正的 那它会使 期末生息资产增加 自由储蓄是负的 会使期末生息资产减少 所以 我们可以透过 期出生息资产 加上 自由储蓄 就是期末生息资产的金额 那我们刚才讲过 观察的重点就是说 依照这个是现况 依照我们收支的现况 持续下去的话 那 在 考虑未来 理财目标支出之后 那金凤他们会在50岁的时候 这一家呢 他的期末生息资产 就会变成负数 那 就是我们刚才说 比较不理想的状况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调整 来调整 让这个 负数的部分消失 至少是 还有一点紧急预备金 那所以我们 在画中生收支线的时候 我们就是 收入合计 支出合计 跟 期末生息资产 这三根线 那这三根线 会在 画在Excel的这个地方 跟我们在投影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那也是提供大家参考 所以我们后来就 有个省着点花 就是我们想办法 每个月 每年省事减用 多存 多存5万 所以我们先不管怎么存 我们先 模拟说万一我们能做到 就是每年 所以 这边的开销跟刚才都一样 我们没有特别去动它 我们只是说 假设我们的每年 支出少5万 那我们让自由储蓄多5万 那看看我们的 看看依照这个计划 我们期末生息资产 会不会 就不会变成 负数 那的确 假如说 这边的模拟就显示说 那 假如这个 假如 每年能够 少花5万元 就是让自有储蓄增加5万元的话 那么 的确 这个 期末生息资产 在50岁的时候 就不会变富的 那但是也只剩4万 还是岌岌可危 所以这样 不太够 那我们还需要再搭配延后买车 我们把这个 买车的计划 从第10年 到第11年 那所以在这样的调整之下 延后买车之后呢 这个 期末生息资产 就都不会是 负值 那 就算是在第11年 大概还是可以保持 44万 是 你这个家庭大概月入 10万的 出头的状况 好那 有44万的 这个 生息资产 当作是紧急预备金 那应该是还算OK的 好 那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 所以就代表说 只要是能够每年 自由储蓄多5万 省事减用一些 然后再把买车的 时间延后一年 那大概 大概平均的来讲的话 那 从预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大概 这个家庭的收支 满足了 所有的理财目标之后 大概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是说 这只是 平均的状况 因为 这个 期末生息资产的金额 会跟你 这个投资报酬率有关系 那我这边是假设说 很简单假设说 每年投资报酬率都是 都跟符合预期都是4% 那但是实际上 不见得会 如此 实际上不见得如此 所以说 呃 所以说这个 这个表 目前看起来 预期是可行 那但是 每年还是要重新检视 因为你可能说 某一年投资报酬率 比如说是 付20% 等等我们会看到 那有这样一个状况 那后面可能 你原来的计划又就不可行 好 那 以上是 呃 这个 Excel的 操作的 我没有讲到很深入的细节 但是我们就大概看一下 是可以这样做 那大家可以把 用这个当 这张表当作底稿 那把自己家庭的状况 排进去 也可以帮自己做一下 终身的收支模拟 那 公式上的 就是我怎么样写 Excel公式上的细节 我们在 最后一堂课会再说明 好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 投影片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编列预算 确保说我们每年的 自由储蓄 可以多出5万元 那从而我们的整个 整个这个计划 这个收支计划 可以可以达到 我们原来 预设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目标 好 那我们就回到投影片 那 再来接下来说 我们就要根据呢 这个 第一年度的这个 我们刚才讲说每年要多存5万元 那所以我们会 希望说每年的自由储蓄 提高到7.59万 我们要有一个执行的方式 就 这个钱要从哪里 伸出来 从哪里省下来 那要省钱的话呢 其实 或者增加自由储蓄 当然你可以考虑两个方法 一个是 我再去多兼职 多打一份工 那就有多额外的收入 那另外就是 缩减我的 支出 那但是 要在兼差啊 就可能要调整上是比较需要花功夫的 那或许省钱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假设金梦他们家 我们要再去多 兼职 增加额外的收入 他们就是从 控制支出来着手 来多存这 5万元 那所以我们要编列一个叫做现金预算 就是我们要根据 要去编列预算 就是去模拟 下一个年度 我的收入跟支出的状况 就是 透过现金预算呢 来去规划说我怎么样 让我的自由储蓄能够 提高 到 一年有7.59万 那编现金预算的时候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说我们希望说以去年为蓝本 就你根据去年的损益表来做 所以你就比较不会做出 根据去年的损益表来微调 那比较不会 做出不切实际的计划 第二个是说要考虑通膨 一样就是一年到一年之间物价会膨胀 所以你要把物价 上涨的情况 反映进去 那第三个是说你要去 调整非必要的支出 就可以先从非必要支出开始动手 我们等等会把支出分成必要 需要跟想要 那针对需要跟想要的部分 可以大概酌情 酌量的减少非 不是必要的支出 那 这个是 镇压自由储蓄 蛮基本的方法 好那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必要需要跟想要 那我们可以把支出大概分成三类 必要就是说它是维生需求 没有的话就活不下去了 或者说没有的话你就会 违反契约或违反法律 比如说已经要跟银行约好 每个月要 摊还的房贷跟车贷 或是你跟保险公司约好 要缴着保费 这些都已经签订好契约 那它就是不能调整的 比如说 食物啊基本的 食物的开销 保暖衣物的开销等等 这些都是没办法 就没什么调整空间 甚至没有办法调整 那这个就是必要的部分 所以叫做必要不能省 那再来是需要 需要就是说它的必要性就少了那么一点点 那可以稍微省一点 比如说 电费的开销 冷气不一定要开22度 可以开23度24度 那就可以省一点电 或是出门的时候把插头拔掉 那 比如说手机 一样这个手机通讯费不一定要499吃到宝 可以比如说399 或是说你的这个 订阅的频道付费需要订阅的频道少定一两个 那这种是你觉得是需要的但是 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预算稍微削减一下的 或是旅游 反来说 是出国玩 一年出国玩两次 那现在可能改成玩一次 如果是改成国内旅游 那就可以调整 那第3个是所谓 想要的部分 那就是说有些东西是 比较高于正常生活品质的消费 比如说名牌包啊 比如说 很昂贵的那种丝滑的海外的旅行啊 等等之类的 或是说你要换 进口的高级车 双臂的车 那 这些想要的部分可能就可以 比较大幅度的去调整 假如真的 发现说 为了因应未来的 理财规划支出 钱真的不够用的话 那这些可能就要稍微忍一下 就暂时 暂时不要买 或是用比较便宜的版本取代 好那我们来看 实际上金梦他们家调整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说 收入的部分 一样他们并没有去兼差 那收入的部分 你比较 所以我们这边有列出 2022年 这是已经发生的金额 2023年就是预估 要发生的就是我们预算的部分 那2023年会加薪 两个人都会分别拿到一点加薪 那 租金的部分也会调高一点 所以总收入的部分会增加 但是幅度并没有很大 那要 那就是说要达到我们的 储蓄的规划 就是我们自由储蓄要达到7万多的话 那势必要删减支出 那 怎么删呢 那右边一样 右边就是我们的这个 预算表支出的部分 所以你有2022的已经发生的金额 那背注的部分就是说大概你换穿成每个月是多少钱 有些支出是一个月一个月出现的 所以就是每个月的金额 那我们可以稍微调比如说这个租金就是必要的 房贷 房贷是必要 就不能动 那比如说修缮费 修缮费就是需要 需要修缮是可能有一些可以 就是用比较便宜的方法修 我们就调整修缮费稍微调低一些 那交通的部分一样车贷是必要的 那后面这个油钱啊 维修费啊 那或是停车费啊 要么保持不便 要么就是因为这个车辆行驶的安全很重要 这边就不应该省 就不太能省 所以 而且有些还会根据物价的 膨胀而调整 比如说我们停车费就调整了2% 那 食物的话也一样 根据 现在大家都知道 基本物价 食材的物价都越来越高 所以也是根据通货膨胀的状况调整 每个月调高2% 那其他 那 他们也没有调外食 因为本来的金额就不多 每个月才5000 这边这边都没有动 那调整比较多的地方就是 这个我们就是 休闲娱乐的部分 这边有 比较是这个需要跟想要 就不是必要 比如说 看电影啊 运动赛事啊 就砍掉1% 健身房会员整个取消掉 可能就是在家里面 看YouTuber的影片跟的做 那这样就可以 大幅的去 减少 就可以省蛮多 这边就省下 一年省下1万多款 那度假的开支的话也稍微 减少一下 所以 这个需要跟想要的部分 那当然 我们这边只是举例啊 可能有人 就觉得说健身房会员 运动保持健康也很重要 那这个部分 而且自己在家里面跟YouTuber做 可能会有偷懒 健身房有教练盯着你 会调整你的姿势 那所以 这边的 那可能对这个人来讲的话 你这样觉得的话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你的需要或必要 那就不是想要 所以 这边只是举例啊 每个人的状况会不太一样 就根据 每个人或每个家庭 实际的状况去调整 那你可以去检视说 你的生活开交中哪些是 比较可以弹性调整的部分 那就从那个部分开始着手 好 那 所以就这样依照这个状况 调整完之后 假如说 那后面的部分大家就自己看 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好 那 那所以比如说製装费也减少 那但是学费有调高 那这个慈善捐款大幅下降 所以总之经过调整之后呢 那他的收入跟支出我们就 调到说他可以能够 每年能够 出现 75,920块的 自由储蓄 就比还没有调整钱 会多出5万元 多5万元 好那 假如说这个计划能够确实执行的话 那从这个预算表可以知道说 每年 自由储蓄多5万 那就可以度过 那接下来以此 保持这样连续10年 那就可以度过50岁的那个 那个关卡 好那 下一步就是说我们 刚才是整年度的预算 我们要确保说年底 真的自由储蓄会多5万元 我们还需要来做一个 每个月的现金预算 所以不是说那我这样弄一弄 花一花 那到了年底我再来检视 那万一说到了年底 你就是没有存到多存5万 那就太晚了 要调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需要最好是 建议是每个月月底就来看说 那我这样储蓄计划 有没有按照我的进度来走 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收入跟支出 根据每个月实际上的状况列出来 所以每个月比如说1月的时候 因为比如说要过年会有年终奖金 所以 金凤的会领到年终奖金 那薪资会比较多 那阿进的部分就是 他没有特别的年终奖金 虽然每个月 就都几乎都是一样 那利息的部分可能就是 6月12月有个银行会结席 就会发利息 那股利 反正就是会 每年领到的时间 收租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每个月这个 所得的总收入 总收入其实会有浮动 会有浮动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状况来做 来做安排 那另外支出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就是 当然房贷是固定每个月要还的 房贷跟车贷大概都一样 那有一些税 税费 主要是税费 或是说 比如说瓦斯费可能就两个月收一次 那缴税的季节 比如说所得税就是5月缴 那所以说还是每个月的支出也会 保费 保费是顿奖 那可能像我自己是12月月底 所以12月 5月跟12月就比较穷 5月要缴索得税 12月要缴保费 所以每个月就是根据自己的 状况去调整这张表格上的数字 那这样子也会导致说其实每个月你能够 你能够 存到的就有时候有些月份 比如说1月的时候你的年终 所以那个月的自由储蓄会比较多 那比如说2月3月4月 自由储蓄都是 2月跟4月5月是负的 那可能当月的开销 会比你的 所得还要多 那但是 我们这边可以去算这个 累积的自由储蓄 所以1月自由储蓄有9万 2月但是 2月入不敷出 所以自由储蓄会剩下 会减少一点点 那3月又会再增加2000多块 所以你就是要确保说每个月月底 那一直累计观察 直到最后 12月月底的时候 自由储蓄会有75920块 所以假如说你有个 专门有个账户是在 存这些自由的储蓄的话 那就是要 每个月定期的去追踪这个倡户的余额 或是你自己每个月都有在记账 那就是每个月确保说 比如说1月月底 好的时候 那我就是要有 我就是要多 9万多块 就是要多9万多块 就是1月的收入减支出 还要剩下9万多 那2月的话 2月的话可以稍微透支一点点 没关系 本来的计划就是这样 就大概 大致上打拼 3月的时候要存3000块 那4月会透支 因为4月要缴保费 所以透支没关系 因为之前有多存嘛 2月就可以让它透支 那所以就是 就是每个月月底去 检视 你的收支有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走 那没有的话就可以及时调整 不要到了年底 到年底就来不及了 到年底会来不及 好那 我们刚才讲说 所以因为你有每个月的预算 每个月就要去控制你的收支 所以变成说 记账就是理财规划的基本功 基本功 因为你没有记账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 根本不知道这个月花了多少钱 那你不知道存了多少钱 那你就很难去 知道说你有没有按照你原来的计划在走 所以有了计划之后就要跟着记账 那 比如说我们用 那记账就是方便控管啦 比如说用外食预算当作 例子好了 那比如说 1月份的时候外食预算是5100 但是实际上花了5500 所以就多花了4000块交往你记账的话 你就知道说多花了 多花了400 那所以这边就有一个400块的累积差异 那到了2月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知道说上个月投资的这个月要小心一点 要等于说要把投资的部分要补回来 所以比较理想的状况是说 如果说2月的预算只有5000亿的话那最好 只能花 因为1月投资了400 所以事实上只能花4700 那但是很不幸2月的时候还是没有控管好 所以还是多花了5300 还是多花了 还是花了5300 所以又投资200 变成已经累积投资600 所以你3月的时候呢 就要想办法去 把这个想办法把600给 给调整回来 那所以3月的时候外食预算5000亿 但是 实际上 花了1000 花了4000块 所以就 但是好像又省太多 这边变成说你 3月的时候等于说你少花了1000亿 那但之前投资了600块 所以这个数字打错了 这边应该是大家同学自己调整一下 这边应该是挣了500 变成说你就等于多 等于说少花了500块了 因为 1月2月 累积多花了600 但是3月外食大幅减少 3月少花了1100 所以总共合在一起是少花了500 这个100其实应该是500 大家自己更改一下 好 因为这样 所以就是希望说 假如都照着预算走 但当然就是每个月我们容许它 有一些误差 但是你要知道到底误差是正误差 还是负的误差 假如说是 过去吃太多 那你这个月就应该稍微调整 控制一下 踩个刹车 或是说故意吃少一点 为了就是让年 到了年底的时候 这个累积差异要归零 那代表说你有 确实的 有 去 遵守 有去追踪 有去遵守这个你原来 测定的计划 所以不是说每个月都只能吃午前银 你可以有些越多一点 有些越少一点 但是你有记录的话 你就知道说年底这个部分要归零 这个累积的差异要归零 好 那 所以说呢 那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App记账 那现在手机记账都蛮方便的 那下面这个网页呢 就有整理出十几个 还不错看起来还蛮好用的App 那大家就可以到上面去看看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所以要 必须要 就是要 比较建议就是说要 大概要记一下 大概要记一下 假如不记账的话 有个另外比较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每个月外食 有个信封贷管理法 比如说每个月外食 预算是五千亿 那发信的那一天 就是拿出五千亿百块的钞票 装到一个外食的信封贷里面 那每次要外食的时候 你就拿这个信封贷里面的钱去花 那花完你就知道说这个月外食的 经费已经 通通 预算已经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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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行完了 那就不能在外食了 等于说你就要等到下个月 那所以 假如说家里的这个 比如说你就一个人 那收入支出单纯的话 是可以用信封贷的方法来管理不同 种类的预算 那但是假如家里的成员比较复杂的话 那可能就是还是得 或是说你的收支比较复杂 或是说你不喜欢付现金 你喜欢用 这个用电子支付 或是你喜欢刷卡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用信封贷的管理法 那可能就才要靠记账 所以你就是下载一个 比较你觉得用得下去的 比较不会无聊的记账软体 那像我自己用的记账软体 叫做碎碎念 那它就是里面会有一个 它的记账方法就有点像 就是里面有个虚拟的人物 有个角色会跟你对话 你记得一笔账 比如说早餐吃50 他就说 就有个妈妈的角色会跳出来说 50要不要再吃更好一点 或是说你坐了计程车 花了三百块 就说那一定要坐计程车吗 不能再省一点嘛 就是 有个人物跟你对话 那 你就会觉得记账过程比较有趣 就比较会能够辞之以恨 或是说有一些记账软体 那 它 比如说你记完帐 它就帮你种一棵树 那随着这个记账的 你越记越久 你就等于说有个花园 就会有 就长出一片树林 那就是增加记账的乐趣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适合自己的 记账软体 有些记账软体是 它会跟银行的账户联动 所以就说 它可以帮你 就随时可以查询 那你银行所有 不同的账户 的这个存款或储蓄的状况 那也是可以有帮助 对于 这个控管受制也是会有帮助 好 那所以无论不论你用哪种方法 就是说你每到 年底就是每个月你要去观察 去 去调整 根据 上个月的记录去调整 下个月的执行的方式 然后到年底啊 假如你觉得说你今年真的是 比如说你的外食费用 只定5000亿 真的是痛不欲生 太辛苦 那到年底你就要评估说 那这样子 是不是要再 下一年还是要这样做 还是说我可以再放宽一点 那其他部分再省一点 那假如说真的做不到的话 你觉得 这怎么 每个年生5万 太痛苦了 生活品质大幅下降 实在很不舒服 那可能就应该要重新去调整你的这个理财的 未来的理财计划 然后可能你就是要 对就是 就是 假如说为了达到一个理财目标 你中间省之省用的过程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那可能 那可能就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可能就会想要说那我去把那个理财目标 稍微延后一点 或是规模缩小一点 或是我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 相对上比较不重要的这个 支出砍掉 所以整个理财规划的过程也是在认识自己 看看怎么样的 受制方式是比较适合自己能够 可长可久的 好 那 那当然 我们常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虽然 看起来一个月 多存5万 金铺他们家就可以 终身一辈子都财富幸福 但实际上还是有 现实事业中总是有很多变化 那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模拟 比如说一年之后 假设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 一个月一年多存5万 那但是一年之后 比如说发生了有极端的气候 那又发生了战争 那所以这样子导致说 物价 年增率上升一个百分点 从2% 变成3% 然后股市又大跌20% 那这个根 那我们就要再来继续 所以一年之后 虽然他们很辛苦的 多存了5万 但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 所以我们就要再来重新检视说 那依照原来每年多存5万的计划 是不是还可以 帮助金凤这个家庭达成他们的 所有的理财目标 刚才 一年前是可以啦 就是 之前还没有发生过这些特殊状况之下 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 要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会重新做一个模拟 就是把物价膨胀率调高一点 把房贷率调高一点 然后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升息资产 这个股票的价值 就直接扣20% 来看看 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 看到这张表 我们就重新进行生涯模拟 重新模拟终身收支 那你会发现说 看起来这些 不是很 觉得说好像物价膨胀 股票跌20%也常发生嘛 物价涨个1% 房贷涨个1% 听起来好像还好 那但是因为金峰他们家本来在这前10年其实就比较吃紧 40岁到50岁之间 所以 所以 刚才的状况假如发生 而且持续的话 那 从48岁到53岁 升息资产都会变成复数 本来是要到50岁才会变复数 现在是就算每年多存5万 但是因为利率上涨 物价上涨 那股市又大跌 所以说 这个计划 原来的计划就变得不可行 就是光存5万就不够了 那就要再重新去 调整 所以 大家在做理财规划过程当中 这个事情一定会不断的发生 就是你有一个计划 那但是计划 就是世界上大环境会有变化 那在 环境变化之后 你原来的计划是不是还可行 不知道 所以 比较建议的方法就是 每年年底 要再进行回顾 除了了解说你过去的计划 有没有好好执行之外 同时要考虑说大环境的变化 所造成的冲击 好 那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就要势必要再帮金凤他们家 再去进行 调整 那假如说觉得说 调整的方式大概就是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这几个 就是 要修正方案 或 修正 这个修正 理财方案 理财计划 或是修正你原来设定的理财目标 那比如说我们 可以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再增加收入 可以转职转到薪水跟刚刚的职业 或是我找兼职的工作让收入再更多 或是说我去减少经常开销 或是说晚一点退休 晚一点退休 延后退休 这个都是让 我的收支更漂亮 就是我收入更多支出更少的 经常支出更少的 就让我的储蓄增加的方法 我的自由储蓄增加的方法 那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假如说我不想动 我的收支结构 比如说我觉得每年省五万 已经很辛苦了 那我又不想 再增加工作 我也不想延长延后退休的话 那可能我就要去 调整其他 理财目标 的设定 比如说我可以把 理财目标的规模 缩小 本来要买 70万的车 我现在能不能考虑买60万的车就好 本来要去20万的 北海道的旅游 那我们改成我去东南亚 可能10万就搞定 我把原来的计划的规模缩小 或是我把时间延后 本来是 当然上大学没办法延后 时间到了就要上大学 退休时间可以延后 或是说 我的出国旅游的时间 购车的时间 或是买房子的时间 可以稍微延后 那也可以让我比较早期 收入比较低的时候 不会那么吃紧 那甚至有些 比较不是很重要的目标 或许可以取消掉 那对于 什么目标适合缩小 什么目标适合延后 什么目标可以取消 那就是看 同学 各位自己个人的想法 那假如是家庭的人一起规划的话 那可能大家就要开个会 那去了解一下 彼此的 沟通一下 沟通一下 那大家为了 就是为了能够达成目标 各自做出一些努力 或是说 各自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 那让这个 那 所以这个过程 挑战的过程是必要的 那中间牵扯到沟通协调 那可能会很辛苦 刚开始做可能会很辛苦 那但是 假如能够辞自己很多练习 那我觉得 会越来越好 会有帮助 好 那所以这堂课大概我们就 那等等我们会补充一些Excel的 这个试算表的细节的部分 那但是主要的概念我们都差不多讲完了 所以就鼓励同学 其实 理财规划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虽然就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把它讲完 但是大家自己要 那刚才那个表是金凤家的嘛 那你要把它换成你们自己家的 其实是会有一些辛苦 就是一方面你要去盘点 就整个SOP走下来 其实蛮多挑战的 第一个是说你要盘点你的财务资源 第二个是说你要知道你目前有多少资产多少负债 那你家里的这个假如说已经是有收入一段期间的人 其实这个结构可能 这个资产负债 你要把所有的保单捞出来看 你要去查你的劳工退休金的净值是多少 说每一张保单的 保单的这个保单价值准备金是多少 那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会会有点辛苦 那第二个说你要了解过去一年的收支 那你可能就要把所有的账单调出来看 那假如你没有记账的习惯的话 有些部分需要推算 那养成记账的习惯也是需要花点时间去适应 那不容易 那接下来说我们要去 去制定一个收支的计划 那也是假如说是一家人的话也是要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 那跟家人之间的沟通协调也是一门艺术 他不在这门课的范围里面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家人 也不是说每个家人都会这么好沟通 那所以我觉得整家人一起来做 那当然做起来会很有成就感 但是做的过程中会到一些挑战 那接下来是执行的部分 那执行完之后还要再调整还要再定期检视 所以能够我觉得 大家也不用想说能够一步到位 因为你这个 这个整个过程你要做完可能你要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 那要处理很多沟通协调的问题会有点辛苦 那我觉得可以慢慢开始做 就是 你不用说就是要很强才开始 或者只要开始 就会变强 比如说你先从养成记账的习惯 那你先针对某一个比较小的目标开始练习做规划 比如说我就是针对买房 其他的事我先不想 我就先买房 我知道说 我有个头期款 那我知道说我多久之后要买 比如说五年之后我要累积100万的头期款 那这五年我就要开始存到存那个头期款 可能就是一年存20万左右 那我怎么样规划我的收支 让我一年可以存20万 所以我们可以先挑一个比较小的目标先开始练习 然后慢慢的你就开始 做比较全面的规划 你家务退休 比如说你加入子女的教养 你加入其他的你的梦想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假如我觉得太复杂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先从简单来开始做 那 还有记账也是一样 你觉得 记那些小数字很麻烦 你觉得大概记一下 大概记一下 大概就比如说 或是说重要的在记 那小钱的话你大概就是自己估算一下 也是可以 反正就是有做 就会持续的进步 那做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 那我觉得 把这个SOP走完一遍 是 还不错的 所以 我们这个课程目标是希望大家能够 自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那假如你发现说你自己做 或你要跟你的家人一起做 刚开始会很辛苦或困难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请真的专家来 来协助你们 那 外面都有专业的理财顾问 那他们有提供咨询的服务 但是要收费 但是 有第三者的协助 就跟你健身一样 那你当然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看YouTube做 但是也蛮多人会选择去健身房找一个教练 在一开始 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有个教练陪着 那也是会有帮助的 好 但是还是不论你用哪一种方式都是鼓励大家 今天学会了就要开始用 因为 不用的话永远是纸上谈兵 那是没有对 实际上是没有帮助的 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理财对话第一步就是要设定理财目标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编制 就是你要大概 做一下 看一下自己家庭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 去了解目前家庭现有的财务资源 还有你大概 目前现况能存多少钱 然后你 透过这个终生模拟的方法 透过Excel 4赚表 去模拟了解说假如保持目前的收支状况的话 是不是这个 一辈子赚的钱 够一辈子花 那假如不够 中间这个某个年龄出现升级资产 归零或是为富的状况的话呢 可能就要去 增加储蓄 就需要特别设计一个理财的计划 可能是增加储蓄 增加储蓄包含说增加收入或减少支出 或是说你去调整 调整包含的方式主要就是延后 缩减或是取消某一些理财的 计划的支出 让你 确保说一辈子赚的钱 够一辈子花 那有了这个储蓄的计划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编列 这个先进预算 还有记账 确保储蓄计划都能够 那你要定期的检释 每个月底 检查 每年年底检查 确保说储蓄计划能够 达成 那另外你要考虑说外在环境的变动 物价有没有变 利率有没有变 汇率有没有变 薪资调整是不是如预期 股市有没有大涨或大跌 那根据这些外在状况的变动 再去 进一步的调整计划 那就是一个 周而复世的 过程 所以以上大概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 那 把理财最化最核心的精神 跟方法跟步骤 跟大家说明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好那今天的课程到这边 我们下课 我们下次见 拜拜